我们这边来看一下TVT对这ALO的第二局上半场 这边也是选择了眼粉的绝火杰克 嘴巴都有点瓢了 他是没有如我所说带插眼 而是带了一个闪现开局 这里他放的机械师 放出机械师 他搬的是拥兵和先知 脸上这边是一个调香 可抓 其实这套阵容的话 除了前锋 其他三个人都能抓 我们看他这边的天赋 应该是他带了一个封窗 那应该是一个封窗挽留的杰克 闪到底 这边一窗一封 这个走位就距离上面拉的有点开了 调香师这边应该放香水 不放 这个地方不放 杰克一刀神仙巫刃可能就打中了 这个香水捏的好死 哇这香水捏的真的死 一刀误刃回来 还敢翻吗 不敢翻 但是这一刀没打中 哇这 真的是两边神仙秀 这个调香师的香水 我觉得已经用到极限了 真的是用到极限了 这个香水 香水回去 然后躲一刀 那这边等 前锋过来了 前锋过来了 这里隐身前锋不太好判断 哎 撞了一手 调香师香水回去 这刀打的是一个实体刀 那前锋不太敢干扰 外面机械师在双修 电机还是三台在修 还是三台在修 这把前锋的压力没那么大 又是因为有一个机械师在 机械师开局没被找到 这边一刀隔窗刀打掉 直接抓到第一个人的时候 已经开了三接 杰克不太好打 杰克不太好打 因为这把电机会很快 那边在摸前锋 前锋如果点了愈合 应该很快会被摸好 第一波救人 我觉得可以让空军来 我们看一下到底是谁来 这边是好像还是让前锋来 前锋来 如果被压住位置 哎 这边空军也来了 那就是两边 两边一起来 能不能架住空军 看见空军了 这个地方在找地方 要来打这个误刃 一刀误刃打中 是误刃 躲枪 躲他这边刚才那个角度 就是在躲那个墙后面 这一波的一个细腻操作 真的非常舒服 看得也非常舒服 打得很好 但是这把感觉再打下去 可能还是一个往平局发展的局 看着看着比较像平局发展的局 因为前锋还有一波球 对吧 前锋还有薄命 满血前锋能救一波 空军才点击点亮 然后那边机械师娃娃修掉一台 机械师本体这边再修一台 想要杰克想要赢 他这里得要么就是逼前锋提案救人 要么就是把这前锋拦下来才有机会赢 不然很难 我们这边去看前锋拉球 拉球 好这边应该是先挥刀乌刃打 救下来再打 前锋这边也是很怕被乌刃刀留下 所以说这边是拉了球 拉开距离以后 确保自己的薄命能够稳定救下人来 巧香师这个位置 怎么想 应该是想要倒在这个板子这里 他们这边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前锋在这边 如果说能撞下来 这条是直接就是往里面走下板 但是这一刀神奇的雾刃 打掉了这边前锋所有的希望 那这边先挂上外职位的电机机械师娃娃 这台点亮还差最后一台 我们看在哪里 直接点亮了 电机已经够了 由于没有底牌单闪现 这边操纵娃娃去开门 一刀快速进入隐身 球人者这边肯定是知道的 因为你带了这个风窗 想要是那边 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够 前锋还有一段球 要三跑了 门 空军有枪 闪现 雾刃 没有用 这刀雾刃得打动前锋才行 唉 杰克男啊 开发 准备